UCCTV由他生活報導 華裔鄧佳琦博士參與這一次國會眾議員 由他第三選區共和黨候選人選舉 詳情請看以下報導 我姓鄧 叫鄧佳琦 我是在台北出生的 我從1989年來到美國 我的英文名字就叫做Chachi Tang 我現在在楊百漢大學任教工學院 我是在做軟體工程的教授 來到猶他州差不多10年多一點 來猶他之前我在西雅圖住了17年 在微軟的軟件公司做軟體工程師 我們負責開發Windows視窗的軟件 我現在在打算要競選 共和黨的第三選區的提名 希望大家能夠支持我 我是從1989年來到美國的時候 我自己單身來到這裡 就提著兩個皮箱 之後到現在27年了 我覺得在美國的經驗給我非常多的啟發 我跟一些世界一流的工程師在一起工作 在世界一流的學校念了我的博士 現在又在學院教書 我覺得這些大家對政治參與的熱情 我非常感動 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需要找機會來付出 我覺得我有很多的能力跟經驗 可以對這個社會付出一些貢獻 所以我也希望藉著這個機會 能夠為大家服務 一般猶他州的民眾 他關心的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聯邦財務的赤字 聯邦的花費實在太大了 而且大部分都是一些經費被浪費掉了 第二個一般民眾關心的就是稅收 關於所得稅或者是商務稅 或者是買東西付的稅 都繼續一直在提升 怎麼樣能夠把這個稅制 把它管制好 所以我們不是一般人能夠 把我們的財務 能夠更有機會能夠理財 這個是一般人比較關心的 那一般東方人 再更關心的就是教育 對不對 這個美國的教育系統 現在其實大家都覺得到在走下坡 那如果怎麼樣能夠把這個 一般的美國的教育系統 能夠把它的品質提升 這也是我很關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大概另外一個 如果還有一件事情大家關心的 就是經濟的發展 怎麼樣能夠把這個我們的競爭力 能夠提升 怎麼樣能夠讓這個商務交流呢 更順利 這個也是大家關心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能夠 能夠得到提名 或者是能夠當選的話呢 這四個四件事情 大概是我最關心的主題 那黨內初選呢 其實有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在4月23號的時候呢 是共和黨州的黨員大會 所以在那裡呢 所有黨的代表呢 可以再投票給那些 參加黨內初選的競選人 那怎麼樣能夠當選黨代表呢 在3月22號呢 你就要去你的社區的這個黨員會議 那你參加社區黨員會議的時候 你就可以舉手說 我想要當這個社區的代表 那大家會投票給你 那你就可以當社區的代表 你可以參加這個全州的黨員大會 那黨員大會之後呢 另外一個就是全民的投票 那全民的投票是在6月28號 這個就是全民的投票 可以來選這個黨內的初選的候選人 一旦經過6月以後呢 黨內的提名人 確定以後呢 到11月 這個就是共和黨的提名人 跟民主黨的提名人 要爭取大家的選票 所以這個是好像有三個階段的競選 有時候是覺得好像蠻複雜的 可是一旦了解這個系統以後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參與 由他有四個國會的選區 那我的競選的區是第三的選區 那第三國會選區 好像就是大部分在這個15號公路的右邊 從Holliday, Cottonwood High, Sandy, Draper 那往下到這個Utah County呢 就是幾乎大部分的Utah County都是 Highland, Alpine, American Fork, Linden, Orem, Provo, Spanish Fork, Springville 所以幾乎大部分的Utah County都是 那請大家去我的網站 TengforUtah.org TengforUtah.org 到我的網站呢 可以去登記 如果你要自願 或者是要在你的社區 去引擎你的朋友 來一起跟我認識的話呢 就是到我的網站 那如果你願意能夠來支持 我的競選活動的話呢 我的網站也有一個 Donate the opportunity Just click on the donate button